身上专门泥泞裤子整个都变色 衣服和包包无一杏面 手上还有擦伤 不过好端端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原来他走在台中市区路上 走着走着竟然就摔进坑洞里 他这里没有尾 这里完全都没有尾前 我就看到说是不是这里可以过去 右脚踩下去以后整个人都 整个这样下坠下去了 高度上呗 高度大概就是反正到腰上了 事情发生在28号上午台中南屯区这处工地 从去年4月到今年12月进行下水到工程 现场因为没有摆设警示牌 导致叶小姐不顺产衰 但是我以为那是水泥是干的 因为湿的平常会有盖东西 只是他还没有盖 还没有盖上这个铁板 可是没有盖铁板你旁边有功能 你应该要叫我说不要过 看到我再爬不起来他们才开口的 所以我才会很生气 我就觉得说你们怎么会这样 而且你当下你是不是当场要赶快过来 问我有没有怎么样都没有 叶小姐最后还是自己从坑里爬了老半天才脱困 她控诉事发当下没有任何工程人员上前关心 跟质疑事工单位没有做好安全防护 以CLSM交织结束后正在做收工的处理 后续将查明厂商及监造相关的责任 依照契约来办理相关的扣罚 幸好叶小姐只说到心上 如果再有下一回就很难说了 工程单位没做好公安伤的都是无辜入人 计划综合报导